常年第一的清冷学神 被一个女生拉下神坛 成绩不好 但可爱黏人 我很开心 别误会 我不是那个女生 我是那个常年考第二的 我的机会来了 最近林州都是和沈静怡一起上学的 不是吧 学神真被学渣拿下了 走廊里传来几个女生目过的讨论声 我在无人的角落里 直起身体 竖起耳朵 真的真的 林州最近好像上课都心不在焉的 我推开眼前人 冷漠的重新眨好头发 干嘛 笑发不满的拉住我的手 每次都翻脸不认人是吧 我指了指手表 十分钟到了 我要回去上课 不是 琴琪 她们声道 你说不公开谈恋爱我也忍了 怎么我想见你还要计时的 我不搭理她 起身腰走人 她揽住我的腰 小狗撒娇 再待一会 这耍赖的模样和她平时干架的拽样 简直判若两人 然而我不吃这套 她只是我释放压力的工具 不耽误我学习是底线 再闹就分手 她眉眼不耐 奔着我脑袋用力一亲 不许提那两个字 说完低骂几声 却已乖乖放手 回教室时 迎面撞上学神灵咒 她轻烈的眼神短暂的停留在我胸口几秒 挪开了 偷子 她身线干净 没扣好 我低头看 谢谢 在抬头时 她已经进教室了 话少 难追 一颗脑子 冷静自持 班主任曾对我说 女生读书比不过男生很正常 有的男生看起来没上心学 却一学就会 女生就只能刻苦学了 我的努力勤奋 在班主任口中变成了笨鸟必须先飞 而林咒这种人 只需稍微学一学 就能超越我的努力 所以当她的名字常年霸聚在我之上时 我不服气 总有一天 把她拽下来 我和林咒 其实是青梅竹马 但不是那种会发生点什么的青梅竹马 只是邻居 比如现在 我在窗边写试卷 一抬头就能看见 在林咒家门口站着的沈静怡 她抱着一袋手工曲奇 乖巧的等她 林咒很快下来 清清爽爽的 刚洗完澡的少年 好似种下叶摇曳的槐树 张惹 却青涩不自知 她这副模样 看得沈静怡红着脸发愣 两人低语了几句 沈静怡把饼干递给她 别看林咒青冷难接近 实则内心恶恋爱养育 从小光环叠加长大 特别清楚自己的优势 最喜欢看平凡女生 为她吃你的样子 我做完了两套试卷 沈静怡要回家了 挥手道别 一步三回头 林咒站在路灯下 远远目送她消失在路口 我拿出错题本 开始复盘 一步小心和楼下的林咒目光接触了 她惊笑一声 好像是来兴致了 站在路灯下 拆开手工曲奇 一口一个脉悠悠的吃了起来 眼睛懒懒的盯着我看 我闭开她的眼睛 低头肤盘错题 夏日燥热的晚风吹过我窗边的文竹 照着她的路灯 余光洒落在我书桌上 她还在看 悠哉悠哉的看 我起身 关了窗 月考的机会很快来了 关于林咒和沈静怡的传闻也越来越多 每次沈静怡来搬上找她时 同学总会起哄 有些胆子大的男生 直接喊 咒哥 你女朋友又来找你了 喊得沈静怡一脸娇羞 没说几句就走了 而林咒也没否认 只是我的座位在最门口 每次总要被迫之身吃瓜第一线 这天下课 我忙着背单词 沈静怡来了 后面男生又起哄 又是拍桌子又是摇椅子的 吵得要死 我捂住耳朵 还是听得见 起什么哄 能不能安静点 我翻脸起身呵斥 转身就对上林咒 周围全被我吼得安静了下来 空气凝智 沈静怡像只小兔子一样 下红了眼 对不起 吵到你学习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又不是骂他 他怎么还先哭起来了 后面男生被我搏了面子 摆了我一眼 现在是下课时间 我们说会儿话怎么了 就你爱学习 也没见你考第一啊 就是 你那么着急干什么 旁边人附和 你该不会是喜欢周哥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 哈哈哈哈 我文言一正 对上林咒清冷的目光 心里很是不爽 为什么 明明是他的事情 他却总能置身事外 他像看戏一样 打量着被人围堵的我 你是没见过猪袍 还是没吃过猪肉 我吃笑一声 对那男生说 别人早恋 你那么兴奋干什么 男生被我对得脸红 结结巴巴的说 哪儿 哪有很兴奋 我扬起眉毛 别害羞啊 你要是喜欢 咱俩试试也行 他顿时耳朵红透了 盯着我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林皱略皱眉 刚想说什么时 我转身又坐下了 拿起单词本 戴上耳机 接着墨背 夜考来了 我一连几周做梦都在写题 考最后一科时 林皱提前交了试卷 他很少提前交卷 何况 那科数学的大题很难 他收拾东西 一开教室时 余光落在门口的我身上 我正奋力写着最后两题 很难 但我写出来了 那之后 林皱去参加物理竞赛的封闭培训了 沈静怡几乎不来我们班了 上学路上 夏季偶然雷震雨 后巷口 我碰到校爸在打架 有了有脚的脸上放荡乖张 他一强四笑飞笑 抬手伸手敏捷 一看就是跆拳道又进步了 我瞄了一眼 毫不在意的接着走 耳朵里放着英语听力 心里在复盘这次月考的英语题 这次的英语应该稳了 走到转角处 被人拉进角落 我心头一跳 却被他捂住嘴巴 他大手燥热 我头发散落了几缕 被雨水弄湿了 发丝轻轻碰到他的手 把他弄得更烦躁 草 他松开手 低声咒骂 我别起头发 能不能有点定力 是你只管点火 不管灭火的 他眉眼一挑 你这叫什么 只许百姓点火 不许关关点灯 最烦他傻貌样 什么事 我语气冷淡 快点说 我还要去上课 你怎么不回我信息 什么信息 哦 想起来了 好像是他跆拳道拿黑带了 最近月考 我实话实说 那你也不能不理我 我瞥见他眉眼蹭着一抹血红 略皱眉 他顺着我的目光 抬手蹭了蹭 没关系 不是我的 你在关心我吗 他眼力亮晶晶的 好像是等待夸赞的小狗 下次弄干净再抱我 我别过脸 太脏了 他松开手 没在紧紧抓住我 怕我生气一样 你怎么最近连十分钟都不给我了 月考萌 能不能别黏人 明明他刚才打架还嚣张不羁 冷言少言 他哼哼唧唧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你花点时间学习我就喜欢你了 我抬手看表 要上课了 乖 听话 我点起脚 抬头轻轻点了一下他的嘴角 他乖乖放手 我准时要走 年轻小伙子最好哄骗了 可刚抬脚 就被他抱住 向口外打了个雷 已是周急 向他的吻 承接着如风如雨 外头 是同学走路上学的声音 交错着自行车的车铃声 他喉解滚动 眼眸忽而烫如烈火 忽而温柔似语 雷雨混杂着夏季的暑气 闷得人一呼一息坚持了分寸 我瞬间明白了 他的那声暗骂 真是属于脑人不自知 我要去上课了 我散衣有些软 他没声笑 你笑什么 我难得软声细语 如果你想走 他说 还是别出声的好 这也撩人 无人无事 学习才是第一要紧事 你最近是不是要参加什么比赛 我找了个理由搪塞 他说过今天下午要参加什么比赛来着 他抬起头 嗯 下午两点半 要是你那个比赛的一等奖 我这个周末都陪你 他嘴角笑意藏不住 说话算话 要是骗我 你一整个暑假都要陪我 嗯 夜考试卷发下来了 我和林州就差了一分 我第一 他第二 榜上排名的时候 身边的同学唧唧喳喳 学生怎么考第二了 对呀 从来没考过第二的 去办公室交回职的时候 班主任夸我 数学卷最后一道题 全班就你解出来了 身旁走过几个同学 都朝我看来 林州答不出来 我下意识的问 老师一脸恨铁不成钢 他后边空了两道大题 还提前交卷 不过这孩子也是厉害 班主任自言自语 空了两道题还是保持着分数 你看 班主任眼镜一抬 锐利的目光朝我头来 所以老师才总和你说 有些男生不是不会读书 只是懒而已 你稍微不小心 他就赶上来了 我钻截手里的试卷 转身走出办公室 远远的看见走廊尽头 被一群男生围着的林州 下午的物理竞赛闻了吧 这个肯定没问题 林州个子高 与我打了个照面 我别过脸 拿着自己的试卷回了教室 西洋写照 教室里打扫卫生的同学也回家了 第一名 我心心念念的第一 我收拾课本 把事件塞技术包里 笔盖不小心掉在地上 塞了一地 有个笔盖怎么也找不到 我低头越找越烦躁 第一名 来得那么容易 他甚至没把我当对手 别哭啊 身后传来清冷的声音 我一回头 仓皇的撞在课桌上 挨着教室门 一脸闲实的捡起他脚边的笔盖 稳稳的放在了我的课桌上 不是都让你考第一了吗 他挑着眉眼 轻笑看我 我站起身 背上书包 不想与他说话 他敏捷的握住我的手腕 用力一带 我惯性向他怀里靠近 林州身上的槐树弹箱 像蹭在我发肩一样 我的头不小心猛的撞在了他下河处 他轻轻撕了一声 浮吻我的腰 还有暗笑 还挺记仇 你放开我 我冷着伸抬头看他 琴琪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使劲抽回手 却抽不动 谁喜欢你了 他轻蔑一笑 那你为什么非要考第一 想考第一就是喜欢你 不是吗 他反问 像豆小猫一样 哪来的自信 他是不是觉得但凡是个女的 豆巴不得投胎 当他鱼堂里的鱼 我被气笑 故意说反话 是 我就是喜欢考第一的人 谁考第一我就喜欢谁 你最好保证你次次都能考第一 他松开我的手 语气很狂 这很难吗 物理竞赛的结果出来了 触乎医药 原本众望所归的林州 被人狠狠的踢了下来 保送清华的名额 直接落那个人头上 而那个人 是谁也没想到的黑马 我站在人几人的榜单前 摘下拨着英语听力的耳机 认真描了一眼榜单上第一个人的名字 成矿 好耳熟的名字 哦 是小八的名字 我去 怎么是他啊 就是打架很厉害的那个 对啊 矿哥又说又撒 惹谁都不能惹他 一阵风过 教室里像炸了锅一样 热烈的讨论某个人的名字 可林州进教室时 一瞬间又安静了下来 这才叫 电落神坛 他面上风轻云淡 毫无在意 坐在那 还顺手拿起他同桌的漫画看 但我知道 他这人越在意表面就越装 实则他全家以为这次保送的铁定是他 百袭的酒楼都订好了 他自己也从没想过考不上这件事 周哥 沈静怡找你 门口的男生喊了句 林州看了一眼 压不住没眼烦躁 他现在最不想被人关注 天生沈静怡又把他往众人的关注点上推 他停在我客桌后边 有事 沈静怡拿出一袋零食 周哥 你别心情不好 我买了零食给你 他声音不大 但在一场安静的教室里 听得很清楚 连前排的同学都转过头看热闹 我心情没有不好啊 他皮笑肉不笑 我为什么要心情不好 周哥你别生气 他轻易红眼睛 谁生气了 他面上笑着 语气却冷得过分 直接惹得沈静怡眼泪落下来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别凶我 沈静怡边哭边说 他们都说我耽误你学习 可是只有我知道 你为了这次物理竞赛有多努力 整肃整肃学习 就是怕保送不了 林昼越听脸色越难看 笑都笑不出来了 我们都以为你肯定行 你都这么努力了 他越哭越大声 仿佛自家爱斗他房 谁知道杀出个城矿 他整天打架逃课 根本不学习的 能不能别在门口吵 上次起后那个男同学 突然来了一句 成功止住了沈静怡的滔滔不绝 他愣神看男同学 男同学红着脸 不自然的瞄了我一眼 有 有人还要学习呢 安静点 我翻过试卷 刚写完一章 准备整理错题 头都没回一下 林昼深深的叹了我一眼 好像从来没这么认真看过我一样 你认识成矿 下节体育课 打了零 教室里只剩下我和林昼 我刚去办公室问完解题思路回来 不认识 我回应 却不带正眼看他 带上听力耳机 准备去上体育课 行期 他叫住我 这次只是意外 关我什么事 林昼拉住我 成狂他妈是中科大的博导 咬鸭题不是难事 考不过就开始泼脏水了 我转身挑眉 林昼 考不上也没什么 不用害怕 害怕 对 他不是恼羞成怒 而是单纯害怕 害怕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那么着急维护他干什么 林昼被我精准踩中雷区 他满脸嘲讽 冷笑道 你以为他看得上你 他这句话倒是精准踩中我笑点了 我没说话 直接往操场走 林昼以为说中我痛点了 很享受这种打击我的过程 他跟在我后面 时不时蹦出几句话 他加什么条件 你加什么条件 就你这样冷漠寡淡的 只会死读书 他会喜欢你 路过走廊 夏季风吹过几颗小白羊 传来一般上课的声音 一般门口 班主正在教训罚站的城况 逃课就算了 你还和其他学校的约驾 年轻人经历太旺盛了是吧 他班主叙叙叨 不是我约的假 他一米八级的身高 遮不住眉眼的野性 我只是路过 他们一看见我麻溜就跑了 管不住你了 他班主被过手 上次和你说国旗下讲话的事 你准备好了吗 麻烦 不要 这是荣誉的事情 怎么能说是麻烦事 他班主多了多角 和全校同学分享你竞赛保送的经验 他班主憋说着 他懒懒散散的倚靠着墙 长睫毛低垂 不像游戴三分琴 惹得靠窗的女生 频频往他脸上看 城邝眼神一略 无意间落在了走牢另一头 我和林昼身上 一改方才混不拎的样子 小脸瞬间皱在一起 捧不好了 他班主顺着他目光看来 朝我们都看了两眼 大声呵斥到 那边两个 干嘛的呢 赶紧回去上课 我无视城邝的表情 默然的转过头 抬腿就往操场走 城邝有没有女朋友啊 没有吧 听说他要求很高 而且谁敢招惹他 陆梦 你和城邝不是青梅竹马吗 你透露一下呗 你侧里 一群女生围在洗手池闹客 我推门进去 迎面看见了笑话陆梦 他笑了笑 挽着急缕发丝 你们别乱说 我俩不公开的 身旁的女生激动的起哄 我去 你还真是他女朋友 接过一下 我打算洗手 陆梦不情不愿的挪了一小下 接着放声说 你们别说出去哈 他不让我公开的 为什么 他怕影响我学习 被老师知道了就不好了 他一眼娇羞的摆摆手 我拧开水龙头洗手 因为他不肯挪屁股 我只能缩着洗 干嘛 他的笑哭不小心喷到几滴水 我狠狠的瞪了我一眼 没长眼睛啊 我擦干净水 冷漠的说 就你长眼睛了 屁股还不带挪地 非得在厕所闻味 你说什么呢 他气呼呼的要上来扯我 被他闺蜜拉下来 别理他 有些人没人喜欢 就容易嫉妒别人 他闺蜜白了我一眼 只不定是听说你是成狂的女朋友 心里算着呢 入梦由怒转笑 看我眼神多了几分可怜 我不多辩解 有着功夫吵架 我还能多做几道题 回到教室 体育委员在讲台上顶着吵闹的教室讲话 都别吵了 运动会接力跑的人齐了 剩下三千米谁来跑 三千米 又累又被安排到大中午 没人想报名 那我点名了 体育委员眼睛转了一圈 周哥 你可以不 别看林周个子高 这人不擅长体力活 常年宅在家 下楼都嫌累 果不然 他眉眼瞬间不爽 冷着脸没说话 体委吃了别 抱怨道 一般派了城矿跑三千米 人家又是学霸又体育权能 大家能不能积极点 哎 那肯定是他拿第一啊 我可以 林周突然出声 不动声色的说 三千米而已 体委满面欢喜 寄予厚望 真不愧是我班学神 一般的算个屁 班上同学一起起哄 林周但笑不语 很是受用 他眼神不欺然的落在我身上 又收了回去 运动会那天 中午很晒 但操场挤满了人 尤其是女生多 广播喊着 不是三千米比赛的选手 秦远离赛道 我班选手林周在前面喝水后场 身旁围了一圈同学 这几天 他天天晚上绕小区狂练三千米 跑到楼下的狗狗认识他了 大晚上乱飞 周哥 有没有把握啊 同学问他 他轻眠了一眼 惹来旁边同学打去 这是我们周哥耶 那不得打的对面一般某人回家找吗 林周拧上瓶盖 仰起嘴角 比赛而已 我都没练习 我坐在后头阴凉的后勤处写试卷 偶尔管管矿泉水和面包 上场前 林周突然往我这边走 顶着众人的目光 把他的校服外套丢给我 啪唧 砸我试卷上 好像赏字一样 我皱着眉头 抬头看他 他脸上挂着天之娇子的得意 别假认真了 看会比赛吧 说完 转身就朝操场中心走去 我顺着他的身影往前看 操场中心 最高个子的城眶很适而言 黑色的运动头戴将他头发抒起 显得五官愈发张扬热血 高挺的鼻梁逆着光 添了几分少年桀骜 陆梦走到他身边地水 他冷着脸的拒绝了 他眼睛扫了一圈操场 落在我般的帐篷上 撞上了灵咒的脸 又找到后勤处的我 非常不爽我和灵咒同框出现 瞬间换了张赌气的脸 长哼了一声 选手歌就位 灵咒瞥了一眼城眶 对方则一个眼神都不给他 枪响 比赛开始 灵咒稳住气息 跑在中间 城眶气冰神闲地跟在他旁边 两人速度差不多 五圈过去了 其他班的选手明显跟不上了 赛场上剩下灵咒和城眶 我班同学大声喊加油 灵咒第一 灵咒第一 灵咒呼吸有点乱了 但他肌力调整 他频频往身旁的城眶看去 对方虽然保持着同素 但呼吸和表情轻松的好像在散步 剩下最后一圈半 灵咒开始发力 他顶着大太阳用力狂跑 都顾不上表情争鸣了 班上的呼喊声越来越激烈 剩下一圈 灵咒终于把城眶甩在后面 呼吸都乱了 拼命往中点跑 而城眶又哉又哉地跑在后面 如果我搬帐篷时 眼神还在找我 笑得纯情又灿烂 灵咒死命跑 他还在隔着逛街 幼稚鬼 我无语言 张着口心对他示意 快点跑 剩下半圈 灵咒眼见终点越来越近 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他露出了些平日的淡定 扭过头朝后看城眶 却发现城眶猛得像火箭一样窜了上来 快得让人看不清 树堤冲过了终点 有灵咒愣在原地 哇哦 第一 第一是城眶 我搬得男生激动的拍手 我去 城哥压根没把灵咒放在眼里吧 完了 这是 哎 老师 林仲晕到了 前面几个同学眼尖 看着林仲跑到终点后 晕倒在正午滚烫的操场跑道上 班主任着急的指着我 侯琴的同学 快 快拿水来 我衣服呢 林仲醒了 在衣物室 我从数学试卷里抬起头 不知道 实话实说 他丢给我的时候 挡到我试卷了 我随手不知道在哪去了 他别过脸 学校不应该设置中午跑三千米的 体力再好的人也容易中暑 你不是中暑 我和尚试卷 面无表情的说 医生说你太久没运动 突然练习太猛 体力不支 就容易晕倒 他白皙的脖梗染上红韵 转移话题 你怎么在这 其他人去吃午饭了 我负责后勤 别找接口了 他嗓音低沉 我知道你在担心我 眼挺大 我只是想找个安静又有空调的地方写卷子 且不能与班级整体太格格不入 否则容易被孤立 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乐于助人这事 比手拉手去上厕所省不少时间 不过既然浪费这时间了 就不能白白浪费 这题怎么写 我指了指数学试卷的大题 我的解法太慢了 我一句扫平室内的暧昧 他没好气的扫了眼题目 我头疼 那算了 我起身收拾书包 却被他拉住 外头的教养呈在他清冷的毛子里 辅助线可以换种画法 我接连让他缴了几张卷子 林仲能一直考第一也是有原因的 解体思路比我清晰很多 能快速抓住题目的考点 他咳嗽了几声 讲完了最后一题 谢谢 我珍惜十一 他眼看手表 快两点了 下午的比赛不用我负责后勤 我要回家听网课 他看着我的动作 冷不丁的说 我饿了 与其是少有的示弱 我背起书包 朝门头走去 沈静怡去给你打饭了 他被我掖住 一时间找不到接口 他缓缓开口 琴琪 你很聪明 我有些意外 我知道 我说 他定定的看着我的脸 以后有不会的题目 我都可以教你 林仲难得对我释放善意 且他又咳嗽了几声 边咳嗽边看我 像什么无声控诉 我手放在门把上 犹豫着开口 今天谢谢你了 你好好休息 琴琪 他叫住我 他话还没说完 一物式的门刷的医生被打开了 盖着阵风 我撞上一个结实的胸膛 一股青龙木屑淡香 熟悉的味道 林仲舒递逼上嘴 眼神在我和来人之间打亮 城矿 他下意识符吻我的腰 怕我摔倒 非常自然熟忍的动作 好像本能一样 他低头看了我一眼 冷着脸放开手 掀起眼眸 扫过脸色苍白的林仲 一言不发的走到柜子前发药 男红 他生大气了 但是我要上网课了 男人哪有学习重要 所以 再见 入梦 你家城矿今天要国旗下讲话了 早上排队升旗时 一般的女生在后面叽叽喳喳 你们小点声 他脸上转转自喜 他不喜欢我公开的 我站在队伍后排 手里拿着单词卡 一个接一个地背 站在我背后的林仲 突然凑近 听见了吧 他有女朋友的 我转过头看他 你喜欢他 他一脸会气 啊 不是的话 那关你屁事 林仲语气不善 没什么 好心提醒你 别追求没希望的东西 校长讲完话 教导主任是一城矿上台 城矿一上去 厂下的同学们散着的目光都聚起来了 毕竟 校八踹飞学神 黑马上位的故事 大家都很好奇 尤其是这位哥 平日里拽了霸击 一看就不好惹 大家都很好奇他会说什么 大家好 我是城矿 他话音未落 一般后排的男生叫好鼓掌 被教导主任盖了一眼 班主任连忙呵斥 让他们别起哄 城矿笑言放荡不羁 面对全校师生 也丝毫不怯场 带点横桃女孩子喜欢的幽默 我班主让我与各位交流一下竞赛的心格 他对着麦克风说 但其实我的路径不具备参考价值 我平常什么样大家都知道 但我班主又说 我还可以和各位分享学习动力 老实说 屋里不是我的兴趣 我这人没什么爱好 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琴棋 我心头一跳 往讲台上看去 我的名字从台上一项里传出来 在开阔的操场回响 不仅同学们愣住了 老师也愣住了 老校长瞪大眼睛费力理解他的话 但他平生最大的爱好是学习 我只有考好了周末才能见他 他鉴定又蛊惑的声音 喊着我的名字 在操场的人群中回荡 最终回扣在我心上 整个操场炸了弓 都在问谁是琴棋 这玩独子的 指指点点 到最后目光全落在我这 想得到什么指令 集体扭过头看我 拔了拔了 教导主任急匆匆的上台 把他麦克风关掉 气得张牙舞爪的把他赶下去 陆梦和林昼的脸色 难看得很有默契 你不是说城邝是你男一般的女生 问陆梦 话还没说完 就被他黑着脸打断 校长还在上面 你说什么话呢 要害我们班被扣分啊 盛旗仪式结束 教导主任说各班带队 各回各班 他抓着城邝在操场白杨树下训话 什么叫最大的爱好是琴棋 你俩是不是早恋 主任质问他 没有 我单恋呢 他一心只爱学习 人家好姑娘 你别耽误他学习了 主任敲了敲他的头 我哪敢 他可凶了 回班级的路上 林昼经过我时 阴阳怪气的说 要是你做题能像你喜欢人那样换得快的话 早就是第一名了 我连续两中没有搭理城邝了 他像是我波澜不星的生活里 吐露而来的火山爆发 他风透正近 我也跟着不平静 但我向来擅长屏蔽别人的闲言碎言 不想搭理他更主要的原因是又一轮月考来了 有些你同学 公顾着和别人闹啊玩啊 却不想想 人家是保送生 玩归玩闹归闹 该上清华上清华 到头来 自己什么都捞不到 班主任讲课讲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非指名道姓的明着说我 有些人上次考了第一是踩了狗屎运 可好运不会再来的 还是自求多福吧 前面几个比较八卦的同学 当机就转过头来看我的表情 开始切切丝语 下课的时候 林昼经过我边上 突然停下来和我说 放心吧 这次你还是第一 我茫然的抬头看他 他以赴运筹帷幄的模样 月考当天 我就明白了 和上次如出一辙 他提前交卷 空了两题 还想把第一名让给我 只是这次 出乎他意料 虽一就是我第一 他第二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 和上次的只多出一分不一样 我比他整整多出了35分 也就是说 即便最后两题全对 也比我少了三分 明知实归的第一名 让他的空体显得没必要且可笑 进步挺大的 班主任夸我 不过林昼还没发力 等他发力了 你就知道害怕了 继续保持吧 拿着世界回教室时 迎面碰上了林昼 沈静怡站在门口 正和他说话 我昨天看到杨子涵 给你送水了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人挺好的 杨子涵是最近传闻中 另一个要追林昼的学妹 比沈静怡追的还猛 甜美挂长相 天生傻白甜 林昼皱着没甩开他的手 送个水你都要管 我是没有他好看 可是我对你的好你都看不见吗 沈静怡说着说着就要哭了 对某人好 是感情里可替代性最高的东西 林昼这种人 天生不缺人家对他好 又怎么可能会珍惜 我无视他们 直径走进教室 却被林昼拉住 考得挺好 他低头看我手里的试卷 他总是喜欢评价我 说我聪明也好 说我考试成绩也好 好像总觉得我需要被他指指点点一样 关你屁事 我甩手要走 他反倒将注意力都挪到我这来 不管门口那个掉眼泪的沈静怡 这种人 谁越不喜欢他 他越喜欢饭县 有什么值得喜欢的 别太自信 他倾向一声 下一次就不让你了 晚上回家 写完了一张试卷 刚想放下笔 客桌前的窗户被十字敲了一下 哪家小孩恶作剧 我心情不好 推开窗户想骂人 却对上了楼下一张帅气的脸蛋 橙框穿着剑黑素卫衣 深邃的眼里盛满了深夏夜里的朦胧雾气 却单边一只眼睛附着白纱布 像只可怜兮兮的小狗 我已经好久没见他了 像是料定我会关窗 他赶忙撒娇 眼睛疼 疼什么疼 开拳道练的那么惨 也没见过你喊疼 妈 我下楼取个快递 我关上大门 穿着睡衣就往楼下跑 打架了 我伸手想看他眼睛 却被他握住 他拉着我 将我抱在怀里 宽大的黑素卫衣 一只冷木屑淡香在下夜里愈发气人 会上瘾 最近我考试很多 我们别见面了 我退开他 我不想听 我眼睛疼双双双 这人嗷嗷叫的时候 多半有鬼 我点脚假装亲他 他满脸期待 眼睛싱 kind亮 乖乖等着我下一步的动作 趁他不被 我轻轻掀起白沙一脚 那玩意没粘紧 一碰就掉 他的右眼压根没事 故意骗我的 他恶人先告状 你怎么饿我呢 还假动作 说吧 蹬住我的脑袋 自己先亲下去 非得不够了才罢休 明明你眼睛没事 我缓了缓呼吸 云狗一大男人跑三千米就晕了 还咳嗽 他愤愤不平 他立茶妆柔弱 我为什么不行 我被气笑 这都多久之前的事了 我只是后勤过去帮忙 而且你在医务室明明看见我生气了 居然哄都不哄我 自己转头就走了 头都不回一下 他委屈巴巴 回头看我一眼也好啊 我要回去看网课 他点点头 自我疗伤 后来我自我安慰 你是要赶着回去学习 他嘀嘀咕咕的说了一堆 比如什么我这辈子怕是争宠都争不过 学习在你心里的地位了 下夜里 楼下偶尔有点晚风 树影婆娑 我和他的影子在墙壁单薄的月光里 随风分离又交叠 这周末陪我 他说 城邝 你保送了 但是我没有 我直言不会 我得学习 他开始耍赖 我不会耽误你学习的 你去哪我跟着就行 有什么不会的你直接问我就行 那你多无聊 不无聊 能看见你就行 答应他的周末一直被我拖到了现在 这天周六 我们约在地铁站前见面 我要复习 去图书馆吧 我背着书包 图书馆人太多 来我家吧 他借过我的书包 贴借我戒备的目光 他嘴角的笑意晕染开来 我们在家 到他家大宴别墅时 他妈妈还真在家 但他当即小脸一垮 妈 你为什么在家 这就是你挂嘴边的嬉嬉宝贝吧 他妈妈很年轻 一头乌黑柔顺的头发 眉眼间皆是富养的温柔 客厅里坐着几位爷爷和奶奶 一眼慈爱的爱着我俩 后来我才知道 那几人都是学术界的大牛 你们别吓唬他 城邝交代了几句 跑去厨房给我倒水 喜欢我们家小邝什么呀 阿姨小声问我 连帅听话体力好 我脑子反应了一下 他成绩好 阿姨笑着说 傻孩子 他成绩好是他的事 又不是你的 有什么用 我家小邝太恋爱脑了 要是他影响到你了 该分手就分手哈 阿姨摸了摸我的头 一切以自己的未来为主 城邝带我进他房间 他一个房间比我家客厅还大 宽阔的阳台望出去是远山带骰 满墙壁的物理书 地上散落着黑色的拳套 我三岁开始 爸妈就和我讲物理课了 他解释道 那些书和期刊 看不懂就问 妈妈也就看得懂一些了 所以 他的竞赛和宝宋 其实不是黑马逆袭 而是卧虎藏龙 你为什么一定要考第一啊 城邝问我 因为爽 单纯是我的胜负欲在作祟 在学校和家里两点一线的小世界里 太多莫名其妙的规则和暗流的偏见 他们轻易给我贴标签 从小因为不够漂亮 不够会说话 不够聪明被无视 有些人轻易能获得包奖和关注 例如林昼 而我显然不是 说我是女生 所以学理课一定比不过男生也好 说我只会无效努力 不如男生思维敏捷也罢 没关系 爱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 我想考第一 不是为了获得老师的赞美 而是想让他们不得不看见我 只要我在榜单上第一名多一天 就证明他们曾经的偏见多么狭隘 我不理解 城邝眉头已皱 很是坦诚 本质上你还是想证明你自己 让他们承认你是优秀的不是吗 考试这种东西谁也没法保证 如果你高考失利了 难道你就不是那个优秀的你了吗 城邝对我说 为什么要用考试来定义你自己 他不理解很正常 因为他父母开明又包容 能够看见不同侧面的他 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也允许他多元尝试 但我爸妈不一样 他们不会从小教我学物理 他们忙于生计 偶尔检查作业已经很耗费精力 他们和学校的老师一样 以社会最直白的方式来定义一个人 学习怎么样 考得怎么样 结果才是最实用的 琴琪 你有没有试过单纯喜欢学习这件事 而不是为了追求一个结果 城邝翻了几页物理书 比如遇到难题 靠自己的脑子解开难题 学习本身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傍晚的风从山谷吹来 我试卷写了多久 城邝就在我身边睡了多久 他确实如他所言 丝毫没有打扰到我 他睡眼很乖 毛茸茸的感觉 外面一楼有些争吵声 我好奇的走下楼 客厅挤满了人 大家手上拿着笔记和书 好像在开研讨会 说到某个学术话题的时候 一个长得不起眼的学姐站了起来 洛洛大方的表达着自己的观点 谈吐间 有理有据 自信又明亮 有个男生提出了几句反驳 他也一一说清楚了 掌声一片 我坐在楼梯上 听他们讲一些目前的我还听不懂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观点 喝汤嘛 城邝妈妈在我身旁坐下 递给我刚帮好的人参鸡汤 谢谢阿姨 我接过汤 乖巧的喝了起来 很好喝 喜欢听他们说话吗 阿姨温柔的问我 喜欢 我实话实说 我觉得每个人都闪闪发光的 阿姨很喜欢你 阿姨笑着说 因为你身上有种很热烈的冲劲 你相信没人可以定义你怎样去发光 第一次受到这样赞美 不是高位俯视低位的赏赐 而是热切与真挚的赞赏 我好羡慕城邝 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阿姨劝你一切以自己的未来为主 不是因为觉得你影响了城邝 而是怕他影响你 他摸了摸我的头 错失一段感情没什么 错失一次让自己发光的机会 才是最遗憾的 答应阿姨 如果将来他和你未来的追求发生冲突了 请你坚定清醒的选择自己好吗 好 去哪了 你别说你出去一天了 没做饭啊 晚上回家 我妈见到我就开始骂 我弟子比我小一岁 家里却什么家务都要我来干 他自己没手吗 我直接进了房间 朝外头大喊 我们还在叙叙叨叨 但我已经戴上耳机听不见了 看开试卷 重新审视考点 书包里加带着很多城矿 印塞给我的零食 我掏出错题本 开始整理题目 翻开 就发现城矿在很多地方 一一用铅笔给我打上的备注 很多解题思维的提升 应该是趁我下楼的时间写的 我认真的看完 很多地方是我之前想不通的 但他用最直白明面的话术一一教我 翻到最后一页 他在下边画了个生气脸 生气的啪恰小狗 复言 不懂问我 不许和林狗讲话 画得很丑 但是很可爱 期末考很快来了 全市同考 考试前 林舟对我说 认真些 我不会放水了 其实他放没放水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我已经不把他当假想敌了 我只是想挑战我自己 所以我理都没理他 拿起准考证和文具 静止走进考场 考试结果出来那天 在之前贴着城矿物理竞赛结果的那张粉红色纸上 覆盖了全市同考的排名 我的名字 定定的霸占着首位 比林舟多出将近50分 你怎么回事 公固着和沈静怡玩了 办公室里 班主任在给林舟做思想工作 你看看秦七 之前可是大不如你的 连你屁股都够不着 现在人家窜到前面去了 你连他尾气也碰不到了 所以老师才警告你 班主任推了推眼镜 别仗着点小聪明就偷懒不学习 能成大事的都是脚踏实地学习的 我路过他 去找英语老师请教语法的问题 回教室时 只剩几个同学在打扫卫生 林舟在我桌边停下 他语气嘲讽 这下开心了吧 你心心念念的第一名 我只是他的眼睛 语气平静 很开心 人真的很奇怪 当时我用尽全力 将他当作对手 甚至因为他轻视我而掉眼泪 现在换作他把我当对手拼命追赶我时 我却觉得无所谓了 因为青州已过万重山 我现在只想专注我自己 闪闪发光 一直到高考 林舟也没再超越过我 我将他远远甩在后面 我高考以全校第一的名次 冲进了学校的光龙榜 照片被放在了陈矿的旁边 陈矿说 让我拍照的时候 记得抬起左手笔歌星 我嫌丢人 没有举手 所以最后光龙榜上的照片 变成他单手朝右笔爱心 而又变得我表情冷漠无情 他生气了一个星期 最后又很想和我说话 所以他自己先原谅我了 跑到光龙榜下 在我的照片上用马克笔向左画了个爱心 能不能别那么幼稚 带话人家好学生 毕业典礼那天 他被教导主任当中拎出来 让他提水桶去擦掉 路过的学弟学妹 早已听过他曾经操场的壮举 愤愤驻足观看 老师就知道你能行 班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 笑眯眯的对我说 班上最努力的孩子就是你了 我向而不语 伸手借过自己的资料 老师是不是早就和你说过 别早恋别早恋 现在好了 人家邻州去北大读书了 你还得留在学校复读 另一张办公桌上 隔壁班的老师在苦口婆心的 劝说掉眼泪的沈静怡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又低下头 邻州高考发挥其实很稳定 一直保持着他一开始的成绩 他一直是原地的他 但我早已不是原来的我 进步的是我 畅阅自己的也是我 我走出办公室 站在走廊上 看见像门口拿着筒擦光龙榜的城框 他蹲在地上 却顺板挺直 额前的碎发迎着初夏的光在风里扬起 一群男生过去和他打闹 指着光龙榜和他开玩笑 他到哪 都是人群的焦点 很难想象 这么个拽了霸击的少年 一开始被我拉下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亲吻时 白皙蕴红的脸上是怎样一种化不开的纯情不自知 明明一开始是你带坏我的 他提着水桶 在后操场的水池里洗干净 水流摇曳着树梢界隙的西光 橙框 他抬头看我 我坐在水池边 缓住他的脖子 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 低头吻他 风洞 穿过我的头发 像他的手 出下的风 燥热又明媚 他想来擅长学习 一学就会 一开始我只是想寻找短暂快乐 在他这 却成了真挚又热烈的珍视 而他的珍视 最终让我找到自己